接下来帮同学介绍一篇文章是有关于污染问题的 首先我们先看字词的补充 第一个,harm for,harm for,有害的 kind of,kind of,种类 pollution,pollution,污染 result in,result in,等于lead to,导致 gazoline,gazoline,汽油 burned,这个burned是过去分词 它通常都是有关系词句 which is burned,把which is 省略掉 简化成了过去分词片,表示被动 sure system,sure system,下水道系统 chemicals,chemicals,农药 insects, insects,昆虫 weeds,weeds,雜草 我们先看结构分析 第一句,some of the most harmful kinds of pollution are ai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and soil pollution 这里只有一个句子,看起来很长 主词在哪里?主词在这边 some 动词在哪里?动词跑得很远去了 跑到这边来了 是 这样子就很清楚了 那中间这个都是片 some of the most harmful kinds of pollution 这个全部都是讲主词的 他说some of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 the most harmful是最有害的 kinds of是种类的污染 就是伤害最大的 种类的污染 其中有一些是 air pollution 空气污染 water pollution 水污染 以及and soy pollution 土浪污染 这个就是我们文章的主题句 一开始就介绍三种污染 这个and是连接这三个污染 air pollution water pollution and soy pollution 连接名词 下去马上就要介绍这三种污染的情况 many things resort in this kind of pollution 那有很多的事物 有很多的东西 这就是主词 resort in 是动词 造成了 导致了 this kind of pollution 这一些种类的污染 有很多事情造成的 很多事物造成这些严重的污染 这就是开始要进入 发展的部分了 那什么东西造成这些污染 不清楚 所以要举例 我们就利用转折于 for example 比如说 air pollution can be caused 空气污染 can be caused 可以被造成 被什么造成 by 天已出现了 by burning some kinds of coal coar就是什么 煤矿 就是by是借着 burning是燃烧 这个要注意 by是借系词 所以后面 这个动词 要改用动名词 燃烧 一些 kind of coal kind of coal就是 一些种类的煤 一些种类的煤 燃烧一些种类的煤 空气污染就被造成了 再来看下面 air pollution can also be caused by gasoline 空气污染除了燃烧煤之外 还有also 也可以被造成 用什么 被什么造成 by gasoline 被汽油造成 接着 后面就接了一个过去分词 这个是 片语 它表示被动 它的作用就是要来说明前面的汽油 汽油是燃烧还是被燃烧 当然被燃烧 所以用被动 在哪里被燃烧 burnt in the motors Motors就是 这个我们的 引擎的部分 of cars 车子的引擎 buses 公车的引擎 and trucks 卡车的引擎内部 被燃烧的 这些汽油 那这些汽油呢 也造成了空气污染 空气污染讲完了 马上紧接着就要介绍 水污染了 water pollution can be caused 水污染可以被造成 这边都是用被动 因为污染是被造成的 所以用被动来写 by 被什么造成 这水污染是被 punful waste 据实到这边 hungful waste 这是什么意思 有害的那些废物 waste 这是名词 当动词用是 浪费 当名词就是废物 不要的东西 我们叫waste 到这边 突然间又出现一个from from又是片语 所以我们就从这里了解 这个from是指 来自于 这个from来修饰这些 hungful waste 有害的废气物是从哪里来的 来自于哪里 from farms 农场 factory 工厂 and sewer systems 这个下水道的系统 所以这个from是指来自于什么地方 作用就是来说明前面的 有害的那些废气物 讲完了水污染 最后一个就是土壤污染 soy pollution can be caused by chemical 这就是介细词片语 可以被这些chemical chemical就是化学的药物 农药 什么农药要讲清楚 所以后半段又再接了一个let 这是连接词 用来说明前面的农药 修饰前面的名词 后面我们称为关西子具 let就是连接词 他代替前面的农药 好 这个let就是农药 什么农药 farmers use 农夫使用这些农药 目的 这里一个表目的的不定词片语 农夫使用这些农药 就是目的要to kill 要除掉 要杀掉 inset 昆虫 and with 杂草 就是我们的杀虫剂 跟什么除草剂 这样子 好 这是一个关西子具 用来补充说明农药 什么样的农药 就是农夫用来杀害昆虫 这个还有 这个除去杂草的那些农药 就是杀虫剂跟除草剂的意思 这是这一天有关于污染问题的一个结构 分析我们很快地把这个文章朗读一遍 这一天有关于污染的农药 这是污染问题的一个阅读的结构分析 这是污染问题的一个阅读的结构分析 就不必须 deswegen 这一天有关系 是不是 这个爱我 就是因为 戴上人的 糖温